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哪些事,赶紧来看看,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? 在《甄嬛传》、《沿袭攻略》等宫斗剧大火的今天,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号称宫斗鼻祖的精致欲念?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便是剧中男主林宝怡。 1965年,林宝怡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家庭,她很小就出席打工,后来为了生活还当过几年警察,几年过去了,她放不下自己的音乐梦,于是便辞职去唱片公司当制作统筹。 在公司打杂期间,林宝怡遇到了自己的贵人叶德贤。 在她的推荐下,公司让林宝怡转型为歌手,1989年推出了林宝怡的第一张唱片, 当时公司同期的歌手还有王杰、苏永康等人,被公司看好的实力新人,林宝怡出了三张唱片,都没拿奖,也没有水花。 公司就建议她唱一些银河市场的歌,被她拒绝了,林宝怡不想违背初心,公司不想浪费钱,于是林宝怡与公司分道扬镳,唱歌不行,就实时拍戏吧。 1991年26岁的林宝怡加入了TVB,自然林宝怡并不是科班出身,在很多电视剧中,也就是彷徨龙套,但是金子总会发光。 在港剧《大时代》中饰演陈涛涛一绝,是众人眼前一亮,在一号《黄庭一》的海报中,林宝怡还在最边上的位置,到了三里已经占据最位了。 1997年林宝怡和陈慧珊搭档的港剧《见证实录》大爆,在剧中林宝怡饰演有些见兮兮爱闹的情叹,陈慧珊饰演外冷内热的女法医,此后二人又搭档了妙手《人心》,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荧幕情侣。 演了很多现代剧之后,林宝怡决心试试古装剧,2004年林宝怡和李兹搭档出演了宫斗举鼻祖《尽知欲念》,孙太医和玉莹的《凄惨爱情》令无数观众落泪,也使得林宝怡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再次打爆。 林宝怡在TVB奋斗多年,演绎了不少经典港剧,除了上述几部外,还有《珠光宝气》、《天与地》等,2016年林宝怡拍了一部网剧, 马剑烈与大卫获得豆瓣8.9的高分,前一段时间林宝怡在直播中与粉丝互动,细心的网友发现,林宝怡家似乎只有几十瓶,和众人印象中大明星豪宅完全不同。 对于这个问题,林宝怡很坦然,她拍了这么多年的戏,但是拿到手的片酬并不多,再加上香港寸土寸金也一直没能买得起房子。 她还后悔早些年应该去北京买房的,可惜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 其实林宝怡不买房也有一个原因,就是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成家,一个人在哪住都一样。 在这二十多年的拍戏生涯中,她与不少女主搭档过,最受大家欢迎的倒数陈慧山和黎姿,结果从陈慧山结婚收女,离婚再婚,黎姿都结婚收三个孩子了,他们还是好朋友,没有在一起过。 林宝怡的感情还没有着落,拍戏也越来越少,转移幕后了,听起来有些孤独凄凉,其实在娱乐圈但凡只有同性缘,而肾上与异性有非纹的男人,他们的感情动向或者说取向,很容易遭到质疑。 林宝怡就是其中的一位,说起来林宝怡从1989年入行发展至今,几乎从来没有与女艺人传出过绯闻,也从来没有看到她公开有女友,入行初期就不多说了,没有名气,也不会被关注。 1997年因为拍摄了《见证实录》开始走红,林宝怡的感情状态依然很乏味,其他小生在拍戏的过程中,或多或少都与同俱女演员, 闹出过一些绯闻,为剧集宣传增加一点花边新闻,林宝怡就像个绝缘体,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新闻出现,反倒是还与不少合作过的女演员,结成了好友,比如黎兹,摄氏曼,陈慧山等,彼此这么多年来都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,没有一心缘不代表没有感情生活。 在私底下,林宝怡与年轻男性友人的往来的确很频繁,其行为举止都非常亲密,其中与港星彭冠七的绯闻最为人所知, 2007年林宝怡与彭冠七走得非常近,多次被媒体拍到,两人亲密在一起。 甚至在彭冠与母亲的葬礼上,林宝怡也相守在对方身边,关系不简单,当时彭冠七一再澄清与林宝怡就是普通朋友,但是依然难以消除外界的质疑,直到后来两人的关系自动冷淡,没有再同框往来,这段绯闻才终止。 当然也令人好奇的是,如果两人只是普通朋友,这友情也太经受不住考验了吧,所以媒体也猜测两人之间,应该是因为出现了什么问题而绝交了。 在之后林宝怡的同情绯闻一直不断,频频看到她与年轻男性朋友当街嬉戏,或是一同运动,一同用膳,甚至在人少的地方打闹, 自然不知道对方是她的什么人,但是呢如此亲密,多半都是感情非常好的友人,而对于自己的感情状态,起象问题,林宝怡从来没有正面回应,也不否认。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单身的状态,没有结婚,也没有女友,这两年更是变得低调,一直专注幕后工作,说起来上次看到林宝怡公开露脸,已经是2020年为探气桥宣传的时候了, 低调归低调,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,看不到的那一面不等于不存在,比如与男性友人的吃饭聚会,没错又是男性友人,还是年约30岁的男性友人, 那么不巧的这一次又被媒体拍到了,林宝怡给人在荧幕前,给人留下的大多都是专业人士的形象,而在私生活中,她的打扮其实很随意,很休闲,短裤搭配T恤,还戴上黑色帽子, 侧背一个黑色包包,显得年轻而炒饭,打扮得那么精心,原来是与男友约在了一起,林宝怡进到餐厅,随后年轻的男性友人才登场,一见面,两人就说个不停,非常投机, 期间欢声笑语不断,两人边吃边聊,足足说了两个小时,在聊天过程中,两人还不忘自拍,男友人举起手机自拍, 林宝怡对角度不满意,所以靠向了对方,还抓住了对方的手,不停摆弄镜头的角度,可见她对角度非常在意, 一翻折腾之后,才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度,完成了合照,用上完毕后,男性友人陪伴林宝怡到停车场取车, 自己才转成地铁离开,也是相当体贴,林宝怡这一年来,一直颇为低调, 自2020年首次兼职的电视剧《探西桥》播出完毕后,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作, 至少公开露脸,不过私人聚会倒是有不少, 即早前雨离姿,马俊伟,叙旧之后,如今又与年轻的男性友人外出见面, 展现了私生活多姿多彩的一面,林宝怡至今未婚, 兴趣向一直备受外界所关注,对此她也无所谓,不去澄清也懒得澄清, 勇敢做自己,任别人怎么说, 事实上林宝怡除了在日常与圈内的异性接触较多之外, 在圈外,事少看到她与异性往来,反而与年轻的同性友人, 接触的就比较多,近日她就与一位年约30岁的养光男孩相约聚餐, 期间两人有说又笑,还一起玩自拍,彼此动作亲密,可见关系不错, 从而又引发了大家对她的感情动向的关注, 对于林宝怡本人来说,她辉煌过,失败过, 能经得住掌声就能成得了寂寞, 然而看起来很勤强的林宝怡,也有脆弱的时候, 林宝怡在个人的社交账号上写道, 大家知道什么是优比恐惧症吗? 之前在澳门隔离的每一天仍历历在目, 你们见到我在房间的画面只是我努力克服的一面, 实际我出现了恐惧,焦虑,惊慌,呼吸急促, 脸红流汗,心跳加快等症状, 严重时还会出现窒息,昏眩,以及有冰死感, 希望早点通关,不用再隔离吧。 网友们看到了林宝怡的发文后,都担心不已, 纷纷留言安慰她, 有人还建议她在隔离期间直播, 与粉丝聊天,分散情绪。 翻看林宝怡之前分享的生活Vlog, 可以发现去年12月, 她荣护华丁奖颁发全国观众最喜爱的十佳演员奖, 为了领奖,她提前到澳门进行隔离, 原定计划她只需要隔离14天, 但受不可抗力影响, 她最后隔离了21天, 错过了颁奖礼, 算是白忙一场了, 没办法亲自到现场领奖的她。 为了隆重其事, 仍坚持穿上一身帅气的西装, 在酒店拍视频分享自己的获奖感受, 从当时曝光的画面来看, 林宝怡表现十分淡定, 完全看不到什么一样, 真没有想到她当时正受幽闭恐惧症折磨, 不得不说她真的是一个敬业的好演员, 可能是避免幽闭恐惧症再发作吧, 自那以后她没有在街内地的工作, 更没有出过一直流港生活, 另演艺事业陷入停摆, 实在有点可惜, 说起来林宝怡好友李珊珊也曾被惊恐症折磨多年, 幸好经过治疗后, 她的病情逐渐稳定, 现在已经跟普通人无异, 希望林宝怡也能像李珊珊一样克服困难, 同时是会尽快回到正轨, 早日通关吧。 林宝怡已经56岁了, 人生已经走到了一半, 早就习惯了外界对她的各种质疑, 她根本就不在意这些, 比起这些她更享受的是当下的生活状态, 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, 自己舒服就好, 所以这么多年来她也不解释, 不成亲, 任凭外界将此理解为不解释就是默认, 总之自己开心就好, 活得也是相当的透彻与超然,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, 请您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,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, 明星的最文趣事,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。